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9日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晚上 繼續跟大家更新最新的新聞和政治 這一節其實 角度不複雜 港共政府 又一個爛尾的事項 港共這班所謂官員 以前 他們已經有大量爛尾的 項目 但是以前他們還包裝自己的從政 最低限度 他們推出來的 所謂政策 可能經過 就是一些 專業人士 不同領域的人 做過一些所謂民調 做過公眾諮詢 才推出來 今時今日就不是這樣的情況了 今時今日 隨隨片片 不同部門 自己 飛撲出來說自己 怎樣愛國 怎樣尊重國家 怎樣捍衛國家尊嚴 就可以上位了 金鍊家 跟以前也不相同的 以前 還說AO要爭一頓糟糕 要是港大畢業 中大畢業 可能要外國名牌大學 回來的才有機會去做 但是現在 一句出來 捍衛國家尊嚴 就可以把上述的問題全部蓋過了 還沒有人跟你說政策 所以 所謂 港共推的這些政策 無論在任何事項 只是上綱上線 搞定是文化大革命 搞定鬥爭 這些事情 他們沒有能力 為同一個議題 繼續延展下去 肯定是事實 連海關關長 這些垃圾也跟你說要對付澳洲龍蝦 捍衛國家尊嚴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這些廢物 多沒得救了 最新要跟大家說說 是創科局走上北京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驚 加無限大法 這節正正要說的是跟Google有關 政府自己也爆料 原來這一段時間 不斷跟Google 就是有所交涉 這件事相當之可疑 我們早就說了 無論如何 大家記得真的要打開節目清單 真的要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還有Pie Network 記得按閃電鍵 再次提醒大家 28日是我們的網咀 我們會 打算 在黑池 舉行一個小型的巡遊 我們現在有百多人 記得 這個不是示威 是一個小型的集會 小型的巡遊 最重要是告訴 當地人 我們 有很多香港人 很團結 這個信息是很重要的 亦都希望大家就是踴躍參與我們往後未來的所有的活動 包括地區組織的活動 包括義工的活動 包括 紀律部隊的訓練等等 各個方面各個領域 都對未來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覺得沒甚麼動力 聽一下這節內容 看看港共官員的樣子 打開新聞 打開他們的照片 Zoom近一點 你就有動力了 所以 不好意思 正常來說 如果你每天都聽節目應該跟我一樣 我每天就是要做節目 我每天就是要看著這班 這樣的人 所以不是開玩笑的 鬥志真的很好 難會變差 先來看看國務院說甚麼 國務院廣澳辦 說充分肯定 特區政府創科藍圖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在19日 啟程到北京訪問 國務院廣澳辦說對香港的創科藍圖 給予充分肯定 那麼多個報導就是只有 文匯大公就會大大力說這件事 文匯大公 就是來來去去 就是國家 見誰 誰跟你有甚麼肯定 真的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我很想問 國務院對於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是不是充分肯定 現在呢 現在的 政策 去了哪裡 對於轉彎 又充分肯定 如果你對一個政策 充分肯定 然後對180度轉彎 又充分肯定 那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 從來都沒有肯定過 從頭到尾 你喜歡左搖也行 右擺也行 這樣跟沒有政策有甚麼分別 所以 國務院國家對 香港這班垃圾契弟 肯不肯定 其實一點意思都沒有 今天肯定完 明天可以否定 以前 很久之前 還有說多個派系的時候 你還可以說 猜一下中南海的政治對香港的局勢影響 現在也不用看了 現在來來去去 就是看習近平一個人怎麼做而已 但是習近平這個人會180度轉彎 幫過他做事的契弟 他也不保的 這個叫做林鄭月娥 很正常的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做皇帝 你做皇帝 香港本來那班人不是跟著你的 但是有一個人出來拆鞋 拆得你很開心 說要幫你在香港做事 然後就說好 讓你做 做特派員 幫我管好這裏 然後 就讓他做 然後做做 越做越壞 到最後 連我都頂不住了 覺得要換人 給另一個契弟做就行了 給另一個奴才做就行了 他也沒有當過你是他自己班底的人 是因為你 衝過來擦鞋而已 你又管開香港的 讓你管吧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他不抱他是很正常的 梁振英他也沒有抱 梁振英把全國政協副主席回來 也不是因為習近平 習近平對自己人 相當之無情 原因很簡單 因為習近平的思維 跟其他派系不同 其他派系 就是真的是黨派來的 他們有黨派的大佬 是利益集團 習近平的思維 他是聖上 他身邊那些 所謂班底 其實是他的公公來的 跟他絕對 沒有可能平起平坐 政治局常委 其他那些是奴才 所以 你的身份地位 是很清楚 你做奴才 就是奴才 他對奴才 是不會 保護的 因為奴才 到處都有 同樣地 其實香港現在這一群港共官員已經發展出 跟一群奴才是沒有大分別的 換句話說 他們全部跟北京沒有任何關係 全部變成一群擦鞋上位的人 而他們唯一 可以倚靠的就是習近平 所謂對他們的 肯定 那個肯定 是可以180度 說收回就收回的 所以他們 好像浮平一樣 是沒有跟的 隨時現在就好像 高高浮起 實際上 大風一吹 就甚麼都沒有了 大家都看到 現在那群 土共官員 全部就靠這個 搞政治上位 實際上他們欠過你死我活 Google國歌這件事 也不知道是誰搞出來的 總之一大群建制人士 飛撲出來要上綱上線 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根本完全 是不買這個概念 完全不買賬 你搞出來的大頭罰來的嘛 由你香港隊先搞起 你還好意思把球 塞上來 要我幫你撿手尾嗎 所以你用回剛才的邏輯你就知道了 對習近平來說 香港這群人是奴才 你自己搞好 你不要牽扯過來 說甚麼國家大事 要我幫你處理 叫23條立法 其實我認為也是類似的 你每一次 特區搞出來的問題 你每一次你要叫我去動用人大去幫你搞 不如麻煩你自己本地立法 香港小小的司法系統你也控制不住 這個就是他心裏面的說話 所以 再說多一次 其實 香港做很多事 並非 首先的命令是來自北京 而是香港這一群人 極度積極為了自己謀求上位 不斷在 搞事 所以這個就叫做文革 他們為了自己 可以上位是甚麼都做得出的 再難看一點也做得出 也不是說你做得難看就一定有得做 也有很多人跟著就要下馬 所以 設物跟車太貼 只是看一個防疫 現在 連隔離令也不用了 還跟你說要疫苗通行證 保障市民健康 看你的命 結果這個創科局局長 所以稍為聰明 自己上去了 明明一大堆人跟你說這件事跟創科有關 其實跟創科有關 Google也不是你開的 打算塞給他 叫他搞定他 郭哥的問題 他沒有了 理你也傻了 提也不提 這件事看款也是爛尾收場的 他們除了拘捕人之外 有甚麼可以做呢 大家想一下 除了 拘捕網民 是沒有一件事可以做到的 港共也是做甚麼都是失敗的 到最後 只能夠 拘捕市民 來發洩 所以你看清楚一點 他們沒有其他 方式的 他們作威作福 就是 在控制的地方 拘捕人的 其實沒有第二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